我们今天很开心 邀请到PureVisual永生花异设计的主力人陈三叶 Trista来到现场接受我们的人物专访 欢迎你 嗨 我是Trista 我想问一下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 还有起心动念 让你接触到永生的花异设计呢 就是在当全职妈妈的时候 自我价值觉得很低落 然后就在先生的鼓励下面去找学自己有戏趣可以专注在里面的事情 后来就找到了永生花 就报名课程学习 那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有没有让你遇到比较艰难或辛苦的地方呢? 有就是时间上面的调配 因为还有孩子需要照顾 那就必须要不时的跟先生调整 就是可以照顾孩子的时间 然后让我可以去上课 对 那在上课学习的这个过程 因为毕竟你可能过去比较专注在照顾小朋友 那在这个过程慢慢的要重新找回自己的价值 并且投入在创作的部分 那一刚开始接触到的感受 或者是当下的那种悸动是什么样的? 就觉得找到自己了 对 就是发现自己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样貌 是以前完全都不晓得的 对 也重新再认识自己一回 那也不再觉得说 难道我们就是只有每天在牛布奶粉里面打过吗? 并不是这样 就有发现自己的潜力在这里 也发现自己居然可以很专注的做一件事情 对 然后可以把它发挥出来 把它实质化 对 而且其实我们知道在过去永生化没有到这么多的 大家有可能融入在很多人的生活中 那到慢慢的你接触之后 从一个学生 然后开始转变成一个品牌的形式 甚至有一些教学 甚至开始有一些客制的产品等等的 那在这个转换的过程 有没有遇到让你觉得比较辛苦 或者是印象深刻的部分呢? 在转换的过程里面 呃 我应该就是穿给小白 就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不会 对 然后现在是网路很蓬勃发展的时代 对 在社群的经营上面 我也是整个就是从你开始 对 从没有基础 然后到现在熟悉各个的功能 然后可以在网路上面和粉丝们互动 对 在这个过程中 就 嗯 花了满满长满长一段时间 对 再加上就是 我原本对社群是有恐惧的 是 所以也克服了自己心里这一块还蛮多的 嗯 了解 而且就像你讲的 可能过去比较没有在发社群的 嗯 可是突然间要大量的曝光 甚至曝光自己的创作等等的 其实都是需要有一个挑战 那在这一路上 有没有可能身边的人对你的支持啊 或者是给你的协助 是让你觉得就是很不一样的 甚至有帮助到你可能在运营啊 跟经营行销的部分 有了很多不一样的启发这样子 嗯 最大的帮助应该是我的先生 嗯 对 就是他就是全力的支持我 做每一件事情 对 然后说想到你就去做尝试 你不尝试了 你不会知道答案在哪里 对 然后在经营社群的时候 呃 我的粉丝都还蛮暖心的 对 就是大家都会给我回馈啊 对 可能是私讯啊 可能是按赞啊之类的 对 但说到这些我就有感受到满满的爱 就是一开始的那个恐惧就是慢慢的被扶贫 嗯 是而且其实我们知道呢 就是你有特别把名字呢 取名为Pure Vessel 那想问一下他有代表什么样的一个含义 或者是有一个故事这样子 嗯 Pure Vessel 他是一个纯净的器皿 对 那我们是基督徒 是 那接收到很多来自私面把放的爱 就是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对 那我们设立这个呃 工作室的时候 其实我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纯净的器皿 那承载着 呃 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 他的爱 他的祝福 那就有透过花衣的设计 再把他传递出去 是了解 而且其实就像你说的 其实在自己的创作啊 以及过程中 其实也在透过这个部分 去把自己的一个喜爱 甚至想要送给别人的这个满满的祝福 然后去传递出去 那也想问一下 Gishtar你想要传递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理念 或者是对于永生花的这一块 然后他可以传递出去的价值 大概是哪几个方向呢 我觉得最中最最中心点的是爱 对 当初创立这个工作室 是从世界里面一句话 他说我们爱是因为神仙爱我们 当我们被爱满满的充足之后 才有办法再把这份爱给出去 对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透过这些就是 富有生命力的花草们 他们其实都带有很大很大疗愈的力量 对 然后再加上就是每一个送礼的人 或是不管是为别人准备的 不管是为自己准备的 对 都是一份满满满满的心意在里面 对 那我们就是希望这个爱可以透过花艺 发扬光大 也带到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 因为在台湾现在的花艺 我觉得还是比较偏向于商业用花 对或者是节日送花这样子 或是特别大日子像是结婚之类的 但其实在日韩它是日常用花的 就是不仅局限于在商业上面 对 那我们就希望因为它代表的是爱 不管是为自己准备的还是别人为你准备的 那这份爱它可以融入在你的生活里面 当你看到它的时候就像又再次被充电的那种感觉 是 而且其实在结合永生花的部分 其实它更代表的是一个永恒 甚至它不会凋夕的一个过程 其实相对的可以在不管隔了多久 你再回头来看 你还是有当时的那份感受 甚至那一份的幸福跟美满的感觉 甚至那个爱一直停留在那里 没错 那你想请Chista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现场 其实有看到你带了几个你的创作 那它背后有什么样的小故事 也可以做一个分享 好 中间的这一个是我 当时学习的时候的最后一个作品 对 那那时候我已经先创立了工作室 那工作室是创立在疫情期间 大爆发的时候 所以人跟人之间是非常有距离 有隔阂的 大家内心会有各种的担忧 那我那时候创作的这个 第一是希望这个工作室可以很兴盛 可以很圆满 不一样 所以我那时候挑了配色 就是选用一些比较暖色调的花材 对 然后也用了各式各样不一样的 不一样种类的花 就是希望来到这个工作室的每一个人 都可以感受到就是这份爱 这份温暖 那把这份爱跟温暖 那就可以慢慢的存入出去 沿带回家 就是深深的植入到每个人的心里面 而且其实可以看到 因为他的颜色是很丰富的 所以也其实代表了一个丰盛的意味 等于是说来到你这里的人 他可以透过永生花的一个花意设计 那他不仅把爱带回去 他也可以去满足他自己的一个心灵 政治在这个过程中 他是会非常喜爱他的这样子 那也想请屈时塔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于未来的一个短中长期规划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好目前我们短期的话是希望可以 扩增我们工作室 对 目前就是工作室里面有一点爆满 大爆炸了 需要有更多更多的空间 就是存放这些资材啊花材啊 也希望可以有专属自己的教室 就是我们自己打造的教室 不用再跟外面的商家商见 对 让大家一走进这个花店就可以感受到 你来到这里的氛围 是一份爱 是一份温暖 也很疗愈的感受 从一踏进门就开始了 了解 而且那如果以更长远的中长期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? 中长期的话 我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个团队 对 因为我自己是从自我价值低落走出来的 对 对 那在这过程中有一些 已经找到一些脉络 对 那也希望在这中间可以帮助到 就是可能和我有相同 对 过程的人 对 不管是妈妈也好啊 或者是年轻人都可以 只要就是 你对花艺是有兴趣的 也希望这个花可以疗愈到你 就是带给你生活有温暖有爱 也都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 这样子 而且其实就像Trista说的 在这个创作的过程 其实也是更多与自己的相处 甚至是你慢慢的在 找到自己的价值的一个过程 所以其实你也希望透过你自己的品牌 然后以及未来你的团队 都可以让更多想要加入你们的人 其实他在这个过程中 是可以慢慢的去爱自己啊 甚至找到自己这样子 对 更认识自己 嗯 了解 而且其实你刚刚有特别提到 其实在日韩啊 或者是一些欧洲国家 其实他们对于花的部分 其实已经是融入在他们的生活中 所以其实往更长期的来讲 你也希望说你的设计 甚至永生花 它可以遍布在每一个人的家中的小角落 对不对 非常希望就是花可以融入在每一个家里面 就是装点你的家 因为自己的家里随时可以自由的变化 去改造成你想要的氛围 就是增添一种生活上面的情趣 就是不再只是每天就是起床要因为工作啊 日复一日的生活这样子 那去世塔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就像你说的 其实慢慢有很多的朋友对你的设计 以及永生花的部分的喜爱 那有没有一些朋友给你的回馈 或者是学生给你的反馈 是让你觉得很感动 甚至是推动你前进的动力呢 有 学生的 我第一次收到学生的反馈的时候 我是觉得天亮就是心脏蹦蹦跳 所以因为她说她是手作课的学生 她当时是上团体课 那时候她把材料包留下来 然后在某一次应援机会之下她就拿出来跟孩子一起创作 那在创作的过程中她就回想起就是当时跟大家一起上课的时候 那个快乐的回忆 那个氛围啊 然后那个幸福全部都回来了 那她也很意外就是没想到是个这么久 这些花草一样是可以带给她这么大这么大的快乐 而且当她打开材料包的时候 她就有如当时还是一个很新鲜甚至很美好的样子 像做的时光机回到那个时候 是 嗯 了解 那去世堂目前的部分呢 就是你的花衣设计的部分 有提供哪一些的服务或教学吗 目前我们就是以客制化的花礼为主 对 基本上盆花 看木用的盆花 结婚用的盆花 然后一般小棕照啊 小盆花其实都有 就是 基本上不受限就对了 对没有任何的限制 就是基本上就是完全是客制化 然后跟客人讨论说在这个过程 他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呈现 对就是很欢迎大家可以把你脑袋里面的想法 很多客人可能会担心说 我思绪会不会太乱了 我讲出来会不会听不懂 没关系就全部丢出来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然后再绘整成就是你想要的那个样子 再把它实体化做出来 嗯 了解 而且你刚刚也有提到 其实慢慢的你也开始有透过手作的教学 是让更多的学生 他不仅仅你是跟你购买你创作的 他也可以让自己的创作 其实是由自己去展现这样子 对在手作的过程中其实是 我觉得可以进入一种心流 就是你在那个时候你的内心是很平静安稳的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你也可以发现很多不一样的自己 像我自己在创作的时候 我脑袋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画面 可是以前画面或者是某一个点 就突然间在这过程中就慢慢的就厘清了 那就打开了 你就找到了一个新的契机可以去跨越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静下心来创作 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 在这个很忙碌的时代里面 对 等于是更多的时候可以透过专心投入在创作上 其实有更多的时间是跟自我对话 甚至与自己的相处 对 最后这边想请你去世塔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于未来可能想要跟你学 永生花花艺设计的学生 或者是未来想要加入你们的一个创业者 那你有会有什么样的想法跟正义 想要分享给他们的吗 好 我觉得来到公宿这里 就是一个自由没有受限的环境 对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自由的发挥 不要担心 不要害怕 对 我们华人可能会在意别人的眼光 或是觉得就是怀疑自己说 我这样做得好吗 我有办法吗 但是其实你没有跨出这部 永远不知道你自己可以做得多好 对 然后在加入的学生里面 其实我的方式会我比较鼓励他自由创作 你就把你脑袋里面的样子做出来 你直觉的方式你就放上去 有什么状况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就在旁边 我一直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指导者 我是一个陪伴者 我就陪伴在你的身边 你有什么状况有什么问题 就是我随时都在旁边 你可以告诉我 我可以尽我所能的去协助你 但我最希望的是你可以发挥你自己 就是你做出来这个东西 就是属于你自己的东西 对 这代表的就是你 而不是别人 也不是我 对 然后我觉得就是 每一次的经验 可能成功 可能失败 我觉得那都没有关系 因为其实每一次的经验 都是为了下一次做更好的调整 而且其实很多时候 就是因为有这些的过去的很多的经验 的积累 才是促成我们更好的一个养分 对 而且就像是她说的 也让更多呢 未来投入在工作室的这些创业者 或学生 其实呢 你可以透过你一个人的力量 然后再结合更多学生 还有更多团队的力量 然后让永生花的一个设计的华语 不单单只是在节日 甚至在送礼上 而是可以融入到每一个人的生活中 这样子 了解 那我们今天其实很开心呢 邀请到 PureViso 永生花花议设计的主理人 Chista来到盛场 接受我们的人物专访 谢谢Chista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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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